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了一个两年前我十岁那一年学的魔术 因为这个魔术的逻辑非常地严谨 希望四位导师可以听清楚我每一字每一句话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错过整个奇迹的发射 首先这里有一条染成白色的黑色石巾 还有一条染成黑色的白色石巾 各位最重要的是带子是空的 我把这两条丝巾放在这个布袋里面 做一些看起来很专业 但是没什么用的魔术手势 现在神奇的事情已经发生 丝巾的分子结构已经产生了变化 各位现在黑色的丝巾 哇 已经变成了白色 那张白色的丝巾 就会变成黑色 各位最重要的是带子是空的 我的领导坐在第一排表情 跟谢霆锋老师是一模一样 哇 你这个理论上来讲 不算是魔术哦 变得好像没变一样 不如这样吧 你变些花纹上去 比如说波点 大家认得出来 哎 我觉得这个要求也非常地合理 于是我把这两条丝巾 再次放在这个布袋里面 再做一次魔法手势 现在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 丝巾的分子结构已经产生了变化 各位 现在白色的波点 哇 已经去到白色的丝巾上了 那张黑色的波点 就会去到黑色的丝巾上面 各位 最重要的是带子还是空的 演完这个魔术之后 年慧再也没找过 丁峰已经没办法正视你了 他现在身体整个都闲 等一下 丁姐 作为一个优秀的魔术师呢 其实不会让我的观众失望的 好的 这个魔术要成功 我再谈一次想起 现在神奇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哇 丝巾的分子结构再次产生了变化 各位 现在黑色的波点 会去到白色的丝巾上 那张白色的波点 就会去到黑色的丝巾上面 各位 最重要的是带子还是空的 谢谢 谢谢大家